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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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谢谢主持人把我定义成一个职场女性 OK 我现在呢 在一家互联网创业公司 做公关经理 我叫自灵 在开始演讲之前 我想先问你们一个问题 把兴趣变成职业 你赞同吗 如果你赞同 可不可以举一下手 让我看到一下 好 好像有一些不同的声音 说明大家对这个问题心存疑惑 其实我们父母那一代人 他们根本不用考虑这些问题 因为一毕业 就有国家给他们安排工作 但是我们这一代人不一样 这样的 前不久腾讯发布了一个调研报告 里面说 有接近一半的95后 会选择毕业之后 不工作 而选择工作的人呢 也会跟随自己的兴趣 要么去创业 要么去做一些 由互联网催生的新职业 比如说做直播 做网红 好像人类已经没有办法阻挡90后 把兴趣变成职业了 但我们还是想问 把兴趣变成职业 有这么容易吗 真的把兴趣变成了职业 又能如愿以偿地 收获幸福吗 就我自己的经历来看 这个过程并不容易 也未必从头到尾都很幸福 但它绝对值得一试 从兴趣到职业 我经历了四个阶段 兴趣 技能 价值 跟持续 把时光倒回两年前 那个时候 我刚刚毕业 怀着一腔热血 踏入职场 当时我觉得 自己简直幸福到不行 挺可笑的 因为啊 从本科到研究生 我一直学的 都是我很喜欢的广告学 毕业之后去的 也是一家 我很喜欢的广告公司 我们大学那个班 有60个人 我是唯一一个 一路走直线 从来没有跑偏的 这种感觉就好像 从头到尾 完整地吃掉了一个冰淇淋 如果你是有强迫症的人 我觉得你应该会懂我 但是 就在半年之后 我就从一个 自我感觉很良好的强迫症 变成了一个忧郁的人 我依然勤勤恳恳 努力工作 但每当我停下来 就有一个神秘的问题 飘进我的脑子里 我开始思考这个问题 开始变得抑郁 开始去看心理医生 因为我发现 我能做好这份职业 但是我不喜欢它 我不喜欢跟客户打交道 也不喜欢夹在很多人中间 去做沟通和协调 小时候我们都听过 狼来了的故事 里面说 如果你欠别人 你就会被狼吃掉 然后那个时候我发现 骗自己 有点生不如死 还不如被狼吃掉 于是我对自己说 不要再骗自己了 离开这一份 你能够做好 但是没有热情的工作 去找一份 又能做好 又喜欢的工作 而这一次呢 我思考的第一个因素 不再是我能做 而是我喜欢 我知道我不会离开 广告行业太远 然后我继续追问 我喜欢广告 我最爱它的什么 脑子里面出现的 第一个答案是 用文字表达创意 用性感 简单 有趣的文字 去说清复杂的道理 并且打动人心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比如说今天要搞一个比赛 然后奖品是双人游 那一般人会这样说 你在这比赛 就给你泰国豪华双人游 就听上去很像骗子 那有创意的说法 不干巴巴的说法 是怎么样的呢 没钱还想出去浪 我给你支一招咯 对 这个就是 简单的文字 可以带来的 打动人心的力量 这个是我的兴趣 那么你的兴趣呢 其实每个人 都有很多兴趣 在一开始的时候啊 我们也没有 对这些兴趣 基于很宏伟 很远大的目标 只是因为喜欢 就喜欢了 但是拥有广泛的兴趣 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这好像 撒下了一把种子 你不知道哪颗会开花结果 但就是这种 不确定跟期待 促使了我们 开始最初的探索 而探索的第二个阶段 是从兴趣到技能 当时很多人 都开始写公众号 我看到了一心痒痒 我心想 看了那么多 不如自己提笔写一写 所以我就做了 这个公众号 你们看名字就知道 无法生肖 就是我并不care 它对别人造成什么影响 我每周写一次 也没有固定的主题 我会写同性恋 会写老龄话 也会写我的 Airbnb房客的故事 有时候说说鸡汤 有时候说说毒鸡汤 我不害怕别人批评 我不为谁而写 只是享受那种 每天进步一点点的快乐 在写这个公众号的时候呢 我已经不像台下 很多的年轻人 可能你们 唱了一晚上的KTV 第二天还可以 精神抖擞地去考试 然后漫不经心地说 好烦啊 这次我考满分了 我不是这样 我已经开始知道健康 开始知道熬夜不好 但是为了这个公众号 我每天 不是每天 sorry 每次写的时候 我都可以很兴奋地 写到一两点 其实我们的很多兴趣 都是停留在 这个蜜月期的阶段 我们很享受它 和谐又美好 但是我也相信 一定会有某一个外力 开始刺激你 在这个兴趣上 深入地 规律地 去探索 这好像给了你一双翅膀 你觉得 好像上天也有可能 对于我来说呢 这个外力 显得有点神奇 在漫无边际地 写了几个月的公众号之后 我偶然地 在一场讲座中 认识了一个 创业公司的CEO 他是哈佛大学的博士 在创业之前呢 在UC Berkeley教书 是一个十足的学霸 当时呢 怀着对这种 高智商的盲目崇拜 我就带上了我一个 喜欢摄影的小伙伴 跑到他们公司说 诶 我能不能采访你们 然后肯定有人会觉得说 你是不是傻啊 或者是说 诶 你是不是一个江湖骗子 但是看我这个样子就是 也不会像那种 有智商去骗人的 就顶多可能被骗骗 然后呢 他们也就很配合地 接受我的采访 接受我的采访 就认识了我 认识了我 就注意到了我的公众号 当他们看到我那个 文章写得很好 文章写得不怎么样 但是标题写得很好的 公众号的时候 就说 我们的公众号 内容很好 但是我们标题比较平淡 你不如来给我们写标题 我们付你钱 我说OK啊 然后呢 他们又给了我一个头衔 叫做CTO 你们可能有的人会觉得很奇怪 说CTO不是首席技术官吗 写代码跟写字 有什么关系 不是哦 Chief Title Officer 来点掌声好不好 太安静了 对 你看 就是写标题 这么一件不起眼的事情 它也可以对别人产生价值 也可以带来收入 你还说什么不可能呢 不过有人也喜欢挑词 他说 你这一经历 好奇葩 没办法复制 但是还记得我之前说过的吗 如果我留在原地什么都不做 你觉得这些会发生吗 不会的 只有保持兴趣 保持探索 才有机会 所有看似离奇的偶然背后 其实都埋着必然的伏笔 我在猜想 也许在几个月之后 你们当中会有某一个人 他说 你知道吗 我几个月之前 在苏州听了一场TEDX 然后当时坐在我身边的那个人 现在变成我的老板 生活处处有惊喜 对不对 所以大家一会儿赶快 互相跟邻作加一下微信 对 当然除了这种偶然跟意外呢 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力量 可以帮助我们 实现技能给别人的价值 让我们用技能获得收入 这个力量 你们每个人都知道 那就是互联网 因为互联网平台的存在 我们想去尝试一个新职业 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 简单跟低成本 想尝试某个职业 不用去到某个组织内部 用互联网就可以试水 比如说不用去电台 不用去CCTV 在一直播上面做一个主播 说不定你比王小艾还要红 你也可以不用去出租公司 在Uber做司机 或者不用去酒店集团 Airbnb开一间民宿 这样可以火遍全球 或者是说 如果你想搬一场讲座 可以先在知乎的live试一试水 因为互联网的存在 知识跟技能的流动和共享 变得可能 当我们的技能通过互联网 产生了很大的价值 也给自己带来收入的时候 在从兴趣到职业的道路上 就还剩下最后一道关卡 那就是持续 你能不能持续地 把这件事情做下去 并且持续地 从中获得收入 照样这句话 时间让爱更了解爱一点 那么我呢 做了几个月的CTO之后 我接到了特战的offer 所以就开始 有人鼓掌是不是 那让你们鼓一下 好 所以就开始全职地 运营特战的公众号 到现在呢 已经有了八万多的粉丝 他们是一群很喜欢设计 很喜欢科技的读者 也有了三百多位 分散在全球的志愿者 跟我们一起编译 国外的好文章 采访过三十几个设计大咖 有你们知道的 Muji的原原哉 有你们很喜欢的 男神摄影师 青山周平 对 也跟很多很酷的品牌 进行过媒体合作 虽然在传统媒体面前 只是一只小蚂蚁 但是能给一部分人 带去幸福 带去快乐 也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当然 从兴趣到职业的 最后这个观察 也是受到最多争议的 原因主要有两点 首先 因为兴趣变成了职业 我们对自己有要求了 别人也会对我们有要求 我们不再满足于简单的快乐 可能要经历很长时间 很有压力的挫折过程之后 才能看到光明 就好像TEDx的团队 筹备了六个月 只是为了今天下午五小时 知识的闪光 第二个原因呢 是因为变成职业之后 我们的兴趣 不只是个人意志的主导 我们不仅要立即 还要立他 毕竟别人才是金主爸爸嘛 对吧 很多人 就是在这种折磨当中 失去了对兴趣 最原始 最纯粹的喜欢 但是我想问 职业是兴趣的杀手吗 我不这么认为 关键在于 我们对这个兴趣的执着 是不是足以支撑我们 抵抗内心的纷扰 抵抗外界的杂音 我很喜欢一句话 是在流响比赛失败的时候 Nike写给他的 爱运动 即使 它伤了我的心 虽然我在特战工作 我也不是每天都特战 我也会常常特郁闷 有时候写文章阅读量不高 刷来刷去 可能就是几千 也有可能 要写一些很商业的东西 但是我不会再像一年以前一样 去逃避了 因为我知道啊 我还是爱文字 所以在业余的时候 我开始做自由撰稿人 开始采访一些有趣的店铺 在写那些东西的时候 我就可以更加地随心所欲 畅所欲言 而在跟这些店主聊天的过程当中呢 我心里那个 想开一家小店的兴趣 也在慢慢复苏 说不定哪一天 这个兴趣就变成职业了 还有人会说 我喜欢打篮球 但是我现在的身体 已经不允许我 变成一个职业的篮球运动员 我觉得这个是有点悲伤啦 但是不要把未来想得这么狭窄 因为跟运动有关的职业 非常多 比如说可以去做一个 运动板块的主编 做一档跟运动有关的节目 或者去学校交小朋友 总之有很多很多的维度 可以去探索 而且你也要相信 因为你在那个领域 积累了足够多的经验 没有多少人比你有权威 比你更有话语权 所以再回到开头 我们不像父母那一辈一样 一毕业就有人安排工作 而是要面临基业的竞争 看起来好像很不幸 但是我们可以有很多选择 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其实又很幸福 在选择职业的时候 我们会考虑很多因素 除了兴趣 还有金钱 还有成就感 还有自由度 在心里反反复复 颠来倒去 衡量 怕得到这个失去那个 但是永远不会有一个职业 是这样的 对吧 如果有 请马上告诉我 既然如此 那就跟随自己的兴趣 大胆地去尝试好了 也许在财务不自由的时候 在父母给我们很大压力的时候 我们可以接受一份 薪水很高 光鲜体面 但是不那么开心的工作 但是我想 这种状态 是没有办法 长久持续的 因为 人不是机器 我们不光追求效率 更追求意义 跟幸福感 我相信啊 有一天 一定会有某个契机 促使你 去寻找意义跟幸福感 促使你 在某个兴趣上 下下深挖 持续探索 而我希望到了那个时候 你还能想起今天的这场演讲 想起11月12号 你听一个人在台上忽悠你说 要把兴趣变成职业 你一定要试一试这个过程 到了那一天 你应该摸着那颗 叫兴趣的小种子 对它说 嗨 幸好你还在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